去到10.7 Neutralization 中和再用我們看一下multiple choice 第一條就問你了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olution can neutralize potassium hydroxide 以上哪一種液體呢 可以中和一些碾性的液體呢 答案就是只有p和q 因為它的pH值都是低於7 即是說它是酸性的 酸和碾呢 是可以進行中和狀 Neutralization 所以答案pqb 7都是不行的 雖然它的pH值是7 是中性 如果這個中性液體 倒進一些碾性液體 它不會做到中和作用 即是說簡單一句 中和作用在什麼情況發生呢 就是當酸和碾混合一齊就會發生的了 好了去到No.2 它就說哪兩種液體呢 可以互相中和的 A的choice就是p和q 兩樣酸性可不可以做中和作用呢 當然不行 第二個choice是p和s 一個pH值是一個酸性的 一個簡性的 當然可以做中和作用 第二個 第C Solution Q和R 一個pH值是6 即是酸性 和一個中性的 當然做不到中和作用 好 最後最後 7和8 中性液體和簡性液體混合在一起 當然不會有中和作用產生 再說多次 中和作用什麼時候發生呢 就是酸和簡混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會發生的了 去到C 去到第三條 就好吊詭了 問你呢 如果他把10cm clip的酸和10cm clip的簡混合在一起 那pH值會變成多少呢 答案是cannot be determined 我們是不知道的 就算他們的容量是一樣 酸和簡的容量都是一樣 混合在一起出來的result 未必是neutral中性的 所以答案我們是不知道的 好 去到b part 填洞洞洞 neutralization is a reaction between an acid and alkali to form a source and water neutralization中和作用其實是些什麼來的呢 其實它是一個化合反應呢 去把酸和簡混合在一起 產生鹽和水 就是這樣而已 好了 那麼2號就說 以下有兩種neutralization的公式 A就是把potassium hydroxide和氫質 混合在一起 會出現哪一種鹽和水呢 水我們知道了 寫了出來 那究竟會產生哪一種鹽出來呢 我們就是把簡的頭 酸做尾 就會產生呢 就會產生呢 potassium nitride出來 出來 好了 那接下來 如果我們把 你以為很複雜 簡簡單單單 寫上page111 1 1 3條1 3條1 那一頁呢 有3條公式 其實記住了3條 equations 就沒有問題的了 不需要太擔心的 好了 C part這條題目呢 其實它就說 有個杯 裡面裝住了 裡面裝住了sodium hydroxide 即是說 我們裝住了一些 簡的液體 在裡面 那我們首先呢 就說 滴了 一些 universal inner crater 下去先 那滴了下去之後呢 就可以呈現到 它的pH值 是什麼顏色的了 然後呢 它就說 將 那些酸 慢慢滴下去 那這些呢 是酸來的 那我們一路滴下去的時候 就發現 杯裡面的顏色有變化 那杯有顏色有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 拋了 右手面的幅圖出來 因為我們一路加的時候 那 excess 就是說 我們加了多少酸下去 那呢 那 打直這一條呢 就是pH值是多少 我發現呢 一路加酸 那杯鹼 那當然會一路變酸 沒有那麼鹹先 那去到中段呢 就會急轉直下 就變得好酸 OK 那這個呢 很出名的這個圖 就是描述中 neutralization 描述中和作用時候 那個 酸鹼度的變化 好了 那A部分呢 第一條就問你了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Fully Versual Indicator 我們幾滴呢 那些通用指示劑 進去 那杯鹼度的時候 有什麼作用呢 答案就是 to show the pH value of the solution in the picker 我們啊 要 顯示那個燒杯裏面 的那些 pH value的變化嘛 OK 我們去show the pH value 我們顯示那個杯裏面 那個酸鹼值 好了 去到B part了 What was the pH value of the dilute sodium hydroxide before any dilute hydroxide acid was added 他就說呢 這一杯鹼呢 未加任何酸之前 那個pH值是多少呢 未加任何酸之前 就是說呢 0這個位 0這個位 向上望 我們看到是13的 所以答案就是13 pH值 C 第一part What is the pH value of a neutral solution 中性的液體pH值是多少的 是7啦 Number two What is the volume of the dilute hydroxide needed to neutralize the sodium hydroxide 那麼我們呢 要用多少酸才中和到這杯鹼呢 那麼我們看回圖就可以了 一去到急轉直下 就是這個位了 所以呢 答案就是9個Cm C 好了 去到C part了 多數有問到尿燭泥斯巡 都會答條 叫你寫Word Equation 那麼現在呢 就是把酸和鹼混合在一起啦 那麼酸和鹼呢 用哪一隻多數題目都給了你了 以這條題目為例 它就給了一個酸酸的酸 和酸混合在一起 那是會出了哪一隻鹽呢 我們就是用鹼的頭酸的尾 去造成這一種鹽的 就是Sodium Hydroxide 記得要加水在後面 Water 好了 我們在尿燭泥斯巡的時候 我們知道酸和鹼混合在一起 是會出了鹽和水的 那麼我們怎樣在這個鹽水裡面 提取鹽份出來呢 那我們就靠這個方法 Evaporation 記得了 蒸發作用 嗨 欢迎 出雲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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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